你们敲碗的韩宇回来了 那更多的全球现场我们就交给韩宇咯 大家早安 先来关注全球经济衰退加剧 也进一步影响了投资的情绪 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呢 在当地时间23号再度暴跌 收盘时下跌713点 跌幅2.4% 跌破了3万点 标普500指数呢 下跌2.5% 双双创下了今年收盘的新低 而纳达斯科指数呢 则下跌了2.5% 那么由于债券的收益率飙升呢 投资客也担心了 美国联准会基金的申请行动呢 会使经济陷入衰退 全球分析师更表示了 市场已经从对通膨的担忧 转为对联准会准备申习的担忧 另外呢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22号在大西洋月刊主办的活动中表示呢 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 唯一的来源国是台湾 那么他认为呢 这是一项弹性的风险 也是国家安全的风险 而他也点出了 美国在电池加工处理上高度 依赖着中国大陆 对于这些开采和加工呢 其实是可以在美国 或者是和其他友好的国家进行的 而美国总统拜登呢 他也在上个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实施2800亿美元的晶片法案 那么其中就包括了提供 美国半导体上超过520亿美元的补贴 就是呢 要为了对抗大陆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另外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3号 和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在纽约举行了双边会晤 那么在台海问题上呢 布林肯向王毅强调了 美国致力于台海和平稳定 和一直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一致的 那么这也是两人即7月9号 在巴厘岛后再次双边会晤 不过呢 其实上个月在东协的外长晚宴上呢 王毅就因为不明的原因提前离席了 因此呢 他并没有在那个时候 和布林肯碰到面 那当时呢 因为这个时间点是正巧 在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访台后 所以呢 外界也视为就是觉得呢 这个是北京对美国的抗议 那么这两人呢 这一次会面也被外界解读为 是在为11月的拜席会铺路 另外呢 布林肯也再度谴责了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 并强调呢 如果中方向俄罗斯提供协助 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 那么其实呢 俄罗斯在今年2月入侵 乌克兰到现在也已经7个月了 但是呢 在乌克兰的抵抗下 这个战争到现在是还在延续的 那普丁呢 他在21号就宣布了 签署了局部动员令 要求当过兵的男人呢 要开始支援俄国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那么随着这一些征召令陆续寄到家里面呢 很多民众都在推特上发布了亲人即将入伍啊 或者是搭车离开的画面 但是呢 这些分离场面却看着让人非常心碎 因为呢 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 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亲人这么临时的离开 更有一个小女孩呢 她在征兵巴士即将发动的时候呢 她就对着车上的爸爸喊着再见 要爸爸一定要回来 听着让人非常心碎 那么这段影片呢 目前是在推特上面疯传 然后BBC的记者呢 她也向当地的民众求证了 证实呢 这个影片是在俄罗斯的西南部 那么画面中的数十名男人呢 也确实是被征召且准备搭车要离开 那么在同一时间呢 俄国掌控下的乌克兰四个州 也已经展开了公投决定 是否要加入俄罗斯联邦 那么在当地时间23号到27号举办入俄公投 那这四个州的面积合计约占乌克兰领土的15% 俄罗斯呢 是希望借由这一次的并吞来作为这个领土的依据 那么西方国家呢 则谴责公投并没有具正当性 只是为了违法并吞做准备 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他也直指了 俄罗斯在领土在占领的乌克兰领土里面呢 举办这个所谓的公投其实呢 就是一种并吞的行为 而普丁这项部分动员令呢 目前也已经引发俄国民众从四面八方逃离俄罗斯 在俄国和敲诈亚边界呢 现在光是离开的车潮就已经回堵了八公里 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俄罗斯试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速度极快 难以拦截有巨大毁灭性 普丁的心腹透露俄罗斯已经没有回头路 不排除以核武保卫领土 扬言以高超音速武器攻击欧美 显然普丁已被逼到绝境 21号突然征召30万名预备役 各地立刻掀起反战示威 抗议人士被警方拘留后 竟马上收到征召令 甚至只有一小时可以收拾行李 警方还冲到校园 带走在上课的男大生强迫征召 家属们满脸不舍爆哭送别 有小孩心碎哭喊 外传就连把人类舌头 捡来吃的恐怖杀人犯都被要求上战场 能撑过六个月就获得特赦 但俄国不分男女都在逃 21号一天内就有近5000人逃到芬兰 比前一周暴增53% 传出有29岁男子收到征兵单 被迫抛下怀孕妻子连夜逃命 拒绝成为普丁的杀人机器 另一边出国机票都卖光 莫斯科费英国一张机票36万台币 非杜拜经济舱甚至要28万 结果还是销售一空 有消息指出普丁已经离开莫斯科 逃到能躲过核灾的地下碉堡 俄乌战士陷入僵局 乌东四个地区23号到27号举办公投 决定是否加入俄罗斯 一旦通过俄罗斯立刻并吞污果15%领土 记者李清 陈正茂报导 要来科普一下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他可以干脆把生成鸡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